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看一下漫画动漫 但是不敢看太多 因为我那时候也跟导演聊 就是说我怕看太多就掰不过来了 因为它有很多是可能现在放到电视剧来说 还是有很多是不能去说和不能播的地方 所以怕看太多就变成这个人物的性格 老是会不经意说出口 其实那是我第一次演那么长的剧嘛 我们整个剪开来是三十多集 所以我希望我在每一场戏都可以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觉 以及我讲的每一句台词都可以有平折跟异扬顿挫 所以其实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房里修改我要讲的词跟演 可能工作十几个钟头我回去还是又看了几个钟头的剧本 这个剧本我可能看得不下无忧是变法 其实他的聪明啊 他的上帝视觉看透一切都是可以的 但是他就是他的喜剧感呢 其实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 他成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嘻嘻哈哈都在古灵精怪的 这个是有点对 有导演就让我多学习一下 然后多其实让我多去想一下剧本外的一些笑点 还还有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比较现代化一点的词汇 就是比较一些网红的词啊什么我就一直在想 然后因为其实剧本上面如果写的好笑 他有很多观众他不一定会笑 但是如果你在对戏里面去无意间讲这些别的点的话就会很好笑 对 凯凯先生很幽默的 要看他在他话少少的 他的笑点其实常常把我逗笑 因为我们两个在片场只要听到两个很有魔性的笑声 基本上来讲就是我跟他 蛮有默契的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越眼后面越熟 就越来越有默契 然后常常我一个眼神一个表情 我们两个就彼此可以接到了 然后所以我们常常在那个一幕前面就听到导演拿着那个 我记说 哎 你们试图了 我真的是没救了 我就把我记放下来 你是很多 安德安德你 这个就是看闪回那个了 看闪回那个 看闪回那个 最近演的吧 就是差不多到ending了 我 我师傅被抓了 然后就救他 然后他爱的人就在他面前消失了 然后我就抱着他走了 看着他那时候流下了一滴眼泪 对 挺心酸的 就是现场都会不说话了 对 大家都很认真了 我们同一场戏 可能不会只走一种研发 我们有可能现在是 嘴巴很坏 焦恶 但是我们下一秒 又可以走一下心 然后那个转变 其实是特别舒服的 我觉得 然后我是他师父嘛 那我只是嘴巴坏而已 其实我是很很爱他的 我记得有一场戏是 我说我要打他 那我那个打的时候 我自己啊 我真的是因为要掉下 因为我很不喜欢打人 然后改革也傻傻的 也不穿个龟背什么的 其实小趋势都发生 在一些对戏的时候啊 大家在聊剧本的时候 就老是聊着聊着就偏题了 就频到这边就开始讲笑话了 什么什么 我这些是很有趣的 就聊戏啊 就比如说这场戏 他这样这么演 我说那我想这么演 那我就这么演 那我不接你这招 我这么演 我看你怎么接 那我这么演 你怎么接 我们就会互相接 然后就一起笑 对 我们两个是有聊 其实我们两个很在片场 很大的话题都是在聊戏 然后我们常常试戏 然后常常走 然后我常常边走的时候边改 他常常跟我说 哇师傅 你这一刻跟上一刻演的不一样 我说我就想到了 所以其实我们是这样子 一直在玩 而且玩的特别拍戏 我觉得他这一次也辛苦了 因为他的气氛非常非常多 这个加一点血吧 这个 泡完之后 我还好 我的衣服不会说特别薄 然后 就休息的时候多喝点热水了 我是多喝点热水了 对 就是暖贴了 不然也没办法 衣服那么薄 然后也算不大了 都还蛮薄的 那就只能扛啦 不然怎么办 五百零十就够了 哦 徐凯淡女装那一天 实在是很可爱很美 但是 他自己特别介意 他 他很爷 所以他 这一天 拍女装的时候 就是都不大说 说话 然后 现场没有一个人敢拍他的照片 只有我 我就特别爱逗他嘛 男孩子嘛 女装犯下 他很不自在 我其实就更忙碌 更充实一些 变化到没有 还是一样每天 收工睡觉 然后收工看剧本 然后看电影睡觉 然后起床工作 就这样日复一日 我们这个组是我 最喜欢组之一 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组人都爱打球 我们的业余时间 全部在打球 我们昨天才打完 前天才打完球 对 我们基本一休息就打球 一休息就打球 对 我后面还有两 还有几部戏吧 都在一起 就想说 谢谢爱奇艺的支持 爱奇艺越想品质